來 放進來 放進來 上鍋 等一下 熱騰騰湯鍋 羞滾滾上桌 湯勺一撈 滿滿紮實的烏骨雞肉 誠意十足 秋冬吃薑母鴨不稀奇 吃薑母雞更對味 張嘴咬下去 雞肉超鮮嫩 配上一碗熱湯 不止吃寒 味道更甜美 不喜歡鴨肉的乾澀口感 薑母雞或許是個好選擇 湯頭很好 肉又味濕濕 沒吃 沒有那種酒味 沒有 就很順 一打開鍋蓋 香味撲鼻而來 美味來源就是它 我們的雞是複補的大放三雞 那我們週四每天都是有 每天現做的雞都很新鮮 那我們都是會等級 所以我們不用冷透的新鮮 食材選用上等雞肉 當然要有金條細選的老薑做搭配 我們在挑的時候一定要這樣 你要放到纖維紙嗎 纖維紙豆腐的時候 那家會夠老的話 才會真的到達去寒的效果 一定要這樣消退 可是你不能吃太脆 太脆的話 可能吃到的會有 我覺得黃黃會也會很不錯 一到步驟 一門學問 要煮出一鍋好湯 妹妹嘎嘎可不少 兩個半鐘頭 三個鐘頭下去炒 在我們的雞湯裡面煮的時候 其實加上到最後 它的辣度 它的辣度跑到家裡面 所以不能吃 因為那個湯會很好 把炒好的老薑 加入中藥粉繼續拌炒 一層層細形處理 一鍋美味姜母雞 大功告成 濃郁湯頭讓老饕客一再回味 等一下 來 好吃 讚 怎麼說 聽說要等很久 另外就等了 你看我拿雞湯來下半斤來你看 保有姜母的驅寒功效 只加少量米酒 搭配鮮嫩五穀雞肉 可說是老少嫌疑的好選擇